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 Use Imperative Handle 这个hook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使用到 我们先来看一个使用场景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按钮 然后还有一个input 那当我按下这个按钮以后 我就会自动focus到这个input的上面 我现在这样子 好,那我就可以在上面打字 好,那我们再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 直接用use ref 然后把这个ref绑定在这个GSX标签上面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去操作它的input DOM的function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这个input 是被包装在component里面呢 像是这样子 好,这边有一个input的component 然后,等一下 我就把这个标签复制过去这个component 好,然后ref这边先移除 好,然后回来这一支档案 我们把input的这个component给import进来 好,这种人可以想说 那就直接把ref传递过去就好了嘛 所以ref等于input ref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hild的component 然后这个input的component 它能不能接收到这个ref的参数 所以我们直接把ref解构出来 然后console.log看一下 好,储存 回到网页 你会发现说它给你的是这个undefined 但是正常的情况下 你的ref传递过来应该会是一个node的格式 像是上面这个,这样子 但它今天是回传这个undefined给你 这是因为呢,如果你今天要在你的pattern的component 传递这个ref给child的component的话 你需要去告诉这个child的component的话 你需要去告诉这个child的component说 等下会有一个ref传进来 那么现在还会再使用到一个方法 叫做forwardref 好,然后这个forref要使用在这个component这个前面 OK,那forref呢 它有自带两个参数进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传递过来的probs 第二个就是我们从pattern的component 传递过来的这个ref OK,好,那我现在稍微改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ref一样console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正确被传递过来 好,这个ref有没有被传递过来 OK,储存 回到网页重新整理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它不再是undefined了 它真的是一个ref被传递过来 好,所以这边确定我们有成功接收到pattern的component的ref以后 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好,这边我们一样使用到useref 好,那在这个child的component也去使用到这个ref 好,那原因是什么呢 等下使用到use imperative handle这个hook的时候会再去说明 好,这边一样,input ref 然后useref 然后一样把这个input ref 绑定在这个input上面 所以ref等input ref OK,那现在就要去使用我们的use imperative handle 好,那use imperative handle 你要第一个要传入进去的 是你parent component传递过来的ref 那为什么要把ref给带进去呢 为什么要把parent component的ref给带进去 原因是因为你要告诉他说 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个function 例如叫focus input 好了,然后这个focus input function 只要点击触发以后呢 就会自动focus到这个input上面 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这边持做完的function 绑定在这个parent component的ref上面 所以呢,这个parent component 我就可以去使用到 你在chart component绑定的那一个function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就这边一样 它是一个function 然后一个物件的方式 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定义我们的function 那我刚刚说我要叫它focus input 然后它也是一个function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 只要这个focus input 被点击被触发以后呢 那就自动的focus到 这一个input上面 好,所以inputref.current.focus ok,好,所以现在这个被触发 是focus在这个input 是focus在这个chart component的input里面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parent component 把这个user 就是把这个inputref console.log出来看一下 console.log inputref 好,这边我简单做一个助记好了 好,那把上面这个移除 ok,那回来重新整理一下 好,那我们先按一下这个focus按钮 好,你会发现说我们的current里面有东西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在chart component定义的focus input function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使用它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在这个inputref里面有一个focus input的function 好,储存 回来,然后重新整理 好,再点一次 好,你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我们就自动focus进去了 但是这一次不同的是 我们的这个input是在chart component里面 好,所以这个use imperative handle 就有点类似说 你把传定进来的ref绑定一些方式在上面 然后让你的parent component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宣告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再宣告一个say hello 然后就只是单纯的印出helloward 好,所以一样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个parent component这边去使用这个say hello 好,我们要储存 然后重新整理 好,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helloward就被印在我们的console 但这个是chart component去绑定的function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parent component直接去使用它 好,那就是use imperative handle 这个hook的介绍